今日的ETIT各股推介是 若名生物2269 選擇原因是 醫藥相關板塊 近期是跑洋大使 港股生物科技指數 自五月初以來 累計升了能成2 若名生物是 全球生物藥研發服務外包市場 第二大企業 新增訂單你想可以加以關注 中泰國際引述管理層說到 由於上海疫情的影響 原定在上半年完成的訂單當中 即是大約三千萬美元的訂單 將會推遲到下半年完成 同時今年頭四個月 已經新增了47個項目 情況比去年同期好 截至四月底 公司在手訂單較去年 增加了兩成七 至接近173億美元 上海疫情期間 沒有客戶取消訂單 截至四月底 公司管線包含526個綜合項目 當中包括32個臨床三期項目 和9個商業化項目 公司預期2025年 商業化項目有望超過20個 任命生物過往的業績優秀 2017至2021年 公司經調整後 淨利潤複合增長率 分別有六成和七成三 主要由於綜合項目快速增長 2017至2021年 公司綜合項目數量 連複合增長率達到三成六 中泰國際就說 即使計入上海疫情的影響 與其2021至2024年 公司淨利潤連複合增長率 仍然高達35.4% 和35% 任命生物近日突破了72元的阻力位 並且升穿了去年6月延伸以來的下降軌 昨天收報是82.6 升了6.5%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 可以在80元以上繼續持有 目標先看一月高位 即是大約95元 主要大行給予他們的目標價 平均是105元 中線可以做參考 沒有持貨的 可以追求76元附近小柱收集 跌穿72元就要止蝕